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 邪恶联盟领导人预谋摧毁叛军星球 被自己女儿推翻政权的 美国科幻战争片《星球大对决》 大家好 这里是王帝讲电影 在1300年后的未来 整个宇宙都被星球联盟所统治 直到一位身着玉袍的老哥成为掌权人 在他的暴政下开始有人叛逃 这些叛军的统领就是我们的男主柯斌 影片一开始 科并开上自己偷来的飞船 摇头晃脑的开始跟虚空对话 原来他准备带着所有人逃往避难星 而这个避难星只有科并一人能找到 然后他就理所当然的被玉袍地给盯上了 还没跟虚空大能沟通明白呢 飞船里冒出来一个铁皮哥 这个铁皮哥是一名圣骑士 圣骑士顾名思义 就是仅剩的一名骑士 没错 他的种族就剩他一个人了 其他人都让玉袍大帝给消灭了 至于为啥杀他 是因为他们这个种族太强大 身着铁皮打不烂 完事还能空手接子弹 多牛 关键是还是没干过这个玉袍地 差点让人灭了族 既然已经被玉袍地盯上 那还能有好吗 科并的飞船直接被炸了个稀碎 好在最后时刻 科并驾驶一艘小飞船逃了出来 就这么在宇宙中飘了两年 才等到了来接他的人 太空海盗贾克斯 还有他的随从一位光榜子大汉 三人一番交谈之后 科并才得知 贾克斯已经叛变到了玉袍大哥的手下 他们想通过科并找到避难星球 从而掠夺这颗星球上的资源 科并表示 投降是不可能投降的 都告诉你了 我不成光杆司令了 不行不行 这边 女主穿着露旗装量力出场 身边还有一个高科技帮手 基斯 这个女主来历可大了 她的亲生父亲就是玉袍弟 因为看不惯老爹的做法 处处跟老爹作对 甚至是想帮助叛军对付玉袍弟 这可让玉袍弟操碎了心 只能对这个女儿严加看管 但是日房夜房家贼男房呀 还是被这个小妮子给溜了 逃出老爹控制的女主 跨越千山万水找到了科并 此时 科并已经被贾克斯困于方寸之地 为了救出科并 女主只能装作是玉袍弟 派他来带走男主的 结果还真就成功了 反观玉袍弟 女儿跑了 失去女儿行踪的他 只能脚踏虚空 进行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 大意就是 警告女儿赶紧回家 叛军快点投降 不过 这荒无人烟的星球 你讲给鬼听呢 女主将科并带出来后 一行人驾驶飞船 救出了被冷冻的铁皮革 刚救出铁皮革 几人的飞船 就遭到了盟军的袭击 铁皮革就厉害了 在几艘战舰中 来回穿梭 一拳一个粉红泡泡 灭了所有进攻的战舰 但是 他似乎在上一次的爆炸中 被炸傻了 他以为科并是那个罪魁祸首 用原力将科并成功控制 好在有女主的帮助 科并再一次逃走 不幸的是 在逃跑的过程中 飞船被追兵击落在避难星上 这时候来了两个送人头的小兵 被科并两道彩虹射线击毙了 与此同时 女主和铁皮革也来到了避难星 结果刚落地 就遭到了盟军的攻击 铁皮革举着一张彩色大饼 抵挡了盟军大部队的子弹 这无人看守的基地是认真的吗 女主不仅顺利进入了基地 还以一己之力威胁大家离开 端枪那小子 你跑得也太快了吧 吓跑了盼军后 女主翻出了一张三地不立体地图 咱也不知道他在那划了啥呢 看了两眼就走了 而男主这边 解决了两个小兵之后 找到了离开避难星的飞机 因为没赶上航班一顿豪啊 丝毫没察觉到自己背后的脚步声 悲催的男主再次被捕 欲袍弟的手下 就是这个化着烟熏装的男人 为了抓住几人 分出了一套盛起式的装备 一个闪亮灯长 拦住了铁皮哥的去路 俩人打得有来有回 好在女主赶来 及时救走了铁皮哥 刚回到飞船 就收到了海盗的消息 想要救科宾就乖乖来找贾克斯 结果可想而知 几人都被抓了 好在鸡丝在空间中穿梭自如 几个人就这样被莫名其妙地救了出来 然后他们再一次踏上了逃亡的旅程 回到叛军基地 通过一枚绿色的硬币 女主看到了他妈生前的影像 然后看到了本片唯一的一场哭泣 还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烟熏庄这边 还是之前的战场 还是熟悉的铁皮哥 唯一不同的是 铁皮哥直接给他拜了个早年 这谁受得了呀 溜了溜了 而玉袍帝终于发挥了一下自己的能力 大手一挥把几人抓了回来 威逼利用几人交出避难星的位置 科宾只能将避难星的位置透露给玉袍帝 眼看能源核心就要被拔除 女主在最后关头放出了所有人 他们坐上飞船 将被拉出的能源重新送回避难星 最后的结局就是 女主几人击败了玉袍帝 推翻了玉袍帝的独裁统治 成功保护了避难星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星球大对决上映于2020年 这部影片 演员的演技可以用稀烂来形容 至于这个影片中的外包特效 真是一言难尽 雷四个人 看完这部电影 王帝准备去看几集胡萝娃洗洗眼睛了 影片最后 严勋庄大哥邪魅一笑 似乎还要出下一部的意思 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 算了 也没什么好期待的 只能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我们下期再见